《聯合部社評》 過去幾星期 聯合部的社評 我覺得就像是晚餐拿著大葵仙撥 希望藍與白給他們撥的因緣結合 又不能迫新娘上橋 兩家情不投意不合 儘管周圍的街坊親友 你們快點成親吧 但無法配合就無法配合 所以《聯合部》看今天的社評 例如我看其他報道 都覺得民眾好、民意調查好 各方面來講 都知道藍白合的機會都相生妙亡 所以這篇社評針對賴清德來講 從習拜會即將舉行 雙方的關係似乎有和風 再加上俄烏戰爭、中東戰爭的風險 不要令外日 所以習拜會應該有一定的成果 你也看到這件事對賴清德來講 可能是刺激 對 似乎看今天《聯合部》的社論 顯示他們覺得藍白合不可以 便宜了賴清德 但他提醒各位 賴清德現在高舉抗中保台之牌 其實賴清德跟之前所說的 極力說和平保台的稅務求 是完全不同了 事實上如果習拜會 你看看幾天和風各方面的部署 應該一定的成果 台灣問題肯定是其中一個重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 拜登應該都會作出更深的承諾 所以這個情況下 所謂保台的解說 什麼叫保台 可能又有新版本出來 這個情況下 其實賴清德應該是感受到 如果中美關係是轉好的 台灣的安全風險又有不同的變數 所以《聯合部》感覺 賴清德滿腦子 都是抗中牌 現在為外圍環境看看 聯合部的社論說 賴清德看到現在雜拜議會 於是提出他們兩個人再見面 危及到台灣 其實他很憂心自己的選情 受到藍白合的衝擊 所以回回頭 如果藍白能夠合 再配合集拜會的氣氛 其實增加了藍白合的勝算 但現在照藍白不合 所以這個集拜會對台灣的選情 就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賴清德似乎 躺著也當選 你這樣去搞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當選 接下來這幾年你怎麼做下去呢 他就說賴清德現在不斷消費兩岸關係 來鞏固這個政權 這是民進黨一向的手法 賴清德只是說 沒有必要宣佈台獨 社論說遠遠不夠 若要維護現狀 他應該要拿出和北京對話的本事 這方面的本事 不知道從哪裏拿出來了 可能有的都是權宜之計 但有一點 聯合部也說出來 當台灣的盟友正式和中國恢復對話 賴清德卻拖著國人要走去抗中的獨木橋 更多的是國際社會和台灣的國安 都認為解放軍短期內不至於攻台 但賴清德編出了摩鏡說 來煽動這個亡國感 他說只有打仇宗牌就不夠 讓那些想下降民進黨的人都知道 你這樣下降民進黨 誰幫你去保台 這真是複雜和吊詭的說法 在總統大選之前的一刻 聯合部的社論說 蔡英文政府一直拿著抗中保台作為紡紙 搞掩護旗下的官員的貪腐 徒利 為黨師 為社會不公 專門做這些事情 當然賴清德當選 在藍白不能合之下 更加高唱入魂 但是看賴清德 聯合部都說出 你部主了四年 你是民進黨安排的接班人 但四年來 我看不到你有什麼政績 表現出台灣領域的能力 然後台灣交給這四年 他都頒上了 當然這方面也希望幫藍營 或者在野 不要說藍營 沒有什麼營 現在的營都是雜色的 雲色營 希望有沒有出人意料的情況出現 又看看環球時報說中美關係 這次比較曲筆 從大熊貓說到 對待大熊貓 美國的政治精英被民眾插完了 為什麼無端端說到大熊貓 就是因為華盛頓史密森學會的國家動物園 有一家三口要離開 這一家三口就是大熊貓 美香和添添 和牠三歲的世債小奇跡 就會在這個月送回中國 大家知道熊貓外交 其實是處立了中美關係的蜜月期 你也看見熊貓外交 什麼時候中國 這些是國保 給你熊貓的含意 不只是一個動物園的貴客 而是那裡是一個友好的象徵 大家須知道1972年 中美關係開始展開 發表上它公佈之後 美國是最先接收大熊貓 而這個動物園 也是最先收到熊貓的動物園 是一個很大的象徵意義 為什麼要收回大熊貓送回中國 其實大家有所不知 中國送出的大熊貓 是半送半租的 每一年都要付錢 四川熊貓基地 作為研究和培訓大熊貓的基地 因為要培育熊貓 維持熊貓的生活 是中國專家才能解決的 那些四川的寶玉區 鵝龍區 這個真是諸葛孔明 那些智慧獻得 你美國人儘管科技很進步 你搞不定就搞不定 通常送出的熊貓是簽約的 某個日子就要回來 但是往往因應 我們看過去歷史 似乎是因應著兩國關係的情況 決不決定延期遭用這個協議 這次到期了 其實美鄉添添已經延了兩次 原本是十年 現在再加五年 對添添和美鄉來說 她二十多歲是一隻老熊貓 老熊貓告老還鄉 很有中國人的感情 但是為什麼還時在中美元首 正在醞釀見面的時候 就把大熊貓出來 她說到大熊貓去美國 是深得美國民眾的支持 今天告老還鄉 也看到民眾的不捨 那種珍惜 甚至於動物園舉行了多天的大熊貓派對 一個盛大的告別 民眾很珍惜熊貓的中美情義 賀爾華盛頓的政治精英 你又不是這樣看 其實熊貓外交和乒乓外交都是一樣的 含有一個重要的政治含義 所以也難怪美國的輿論 對這隻熊貓要回到中國 有這麼多的猜想 《環球時報》是說 你這樣做什麼 這些是美國媒體條件反射 完全歸咎於政治因素 又不看那隻老熊貓 應該讓牠舒舒服服 回到鄉下杜如生 這也有一個很特別的政治含義 其實我看到中央現在都調整一些外交策略 官方政治層面很多事情 大家都迫履分明 很難去化解 而多些民間活動 透過民間活動去影響到 由下而上影響到政府的決策 這也是採取了這樣的策略 所以可以看到 用民間對熊貓的感情去對照政界 對中國的冷漠和敵視 合成這個正比 這不單對美國 我希望這方面 回到我們昨天說過 上舉人的會議 可以儘量去政治化 發覺不是很多人會來 不要這麼多政治形態 美國政治精英 不要這麼多指手畫腳 用這麼小動作 和中國官方也不要這麼多政治宣告 給民間多些活動 當然美國的民間和中國民間 又是兩個不同故事 這次文革時報提出紅貓這個問題 老實說他不提更好 他提因為整篇社論 前前後後都隱含了一些政治訊息 當年解讀這些政治訊息比較隱悔 我昨天也說 你看看中央會不會就美國議員 提出什麼制裁香港野有表態 肯定不會 所以香港這麼快跳出來說這麼多話 有時候會不會影響到大局呢 現在在集拜會未見之前 其實是小說為妙 不要在天煩天亂 不要讓美國的政治精英拿著借口 來借題發揮 這就是這樣 最重要的是香港問題 如果放上世界舞台 從來香港沒有發言權 從來都是由中國代表香港去說 中國從來由以前的中英談判 都不容香港有角色 在任何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上 有份參與 今次台灣選舉叫三腳椅 三腳椅 以前中英會談沒有三腳椅 香港沒有角色 國家代表了你 小說為妙 但是香港的民意等等 你有沒有辦法同時吸納到呢 我們沒有發言權 可不可以聽到香港多些的民意呢 這是當年整個輿論 所普遍推出一種這樣的說法 是吧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